艾菲尔老师 我们就重新做分析 什么样的女人 一谈起恋爱 她会很会为对方付出 那付出有很多东西 有可能付出青春 付出爱情 付出金钱 我们看看哪些星座朋友 她是什么样的类型 请大家参考太阳 以及上升星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的朋友 会为对方付出什么 狮子座谈恋爱的女人 一定会为对方付出 是付出什么呢 是付出劳力 而且是属于爱屋及乌的类型 那么尤其如果说 你是这个太阳星座 或者是上升星座 是狮子座的女生 总是会给人家感觉 就是说你谈这个恋爱 你会像她的姐姐 或者是说 你会像她的妈妈一样 那么付出劳力 就是说能帮的你都帮 那么这个帮 不是嘴巴说说我帮你 或我鼓励你 而是实际的会付出行动 比如说你哥哥弟弟需要帮忙 我好像有空 我来去帮个忙 或者说你父母需要 人家来照顾 或需要去看病 就诊 需要人开车 那么诗子座的女生 绝对不会去推脱 她会马上 就算是还没有入门 她也会是扮演一个 像是一个好媳妇的一个角色 到对方家没去帮忙 即使是打扫洗碗 或者是说 做一些家事 她都非常的乐意 因为她觉得 这就是一种爱物及物的表现 我喜欢你 那么你的家人 我都会照顾 那么第二名的 这个星座朋友呢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金牛座 我们的这个艺人呢 太阳星座就是金牛座 看看呢 你会为对方付出什么 付出金钱 而且呢 是尽全力去照顾对方 其实对金牛座来讲 如果喜欢一个人 他的前提 如果我爱你 那么我可以把我更珍贵的事情 更珍贵的资源给你 那是什么 就是金钱 因为对金牛座来讲 就是说金钱 从来都是给自己家人用的 那么呢 对家人 他是绝对慷慨 但是对于一个外人 或对于情人 一旦我认定这是 我未来要付出 或结婚的对象 他就会把这份爱情 当作是家人一样去付出 那么他不会去计较金钱 但是对于金牛座来讲 最伤痛的是 一旦我跟你谈 钱的事情的时候 那么这份爱情就决裂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刚刚立人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恋爱当中 我就是不会跟你 计较金钱的事情 但是一旦计较到金钱 或说你跟我开口谈钱 那么代表说 这份爱就已经 到了一个尾声了 所以金牛座是如此 再来我们看 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双鱼座的话 谈起恋爱 也是会为对方付出 我们看付出什么 是付出青春 付出时间 他是属于恩爱 温柔的付出 因为对于双鱼座来讲 他其实是有两面 也可能对人很凶 但也可以对人很温柔 但是呢 他愿意对你 付出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青春 更多的温柔的话 那么他代表说 这份爱 他是绝对的 这个想要投入的 因此呢 有上榜的这个女人 狮子座 金牛座 以及双鱼座的女人 都是会愿意 为另外一半付出的 给他做参考